这是一个稳赚不赔的报复游戏 在面前有三种颜色苹果 只要所有人都选择了红苹果 那每轮每个人都将会获得一亿奖金 游戏一共十三轮 也就是说 当十三轮过后 每人至少可以获得13亿的巨额财富 然而 事情真的会有这么简单吗 所有选手是越听越兴奋 这完全就是白捡钱的游戏啊 纷纷吵着就要选红苹果 然而等所有人都秘密投完票后 结果却惊呆了 根据屏幕显示 金苹果三票 银苹果四票 而红苹果也只有区区的四票 根据游戏规定 如果有人选了红苹果 同时又出现了其他颜色的话 那投红苹果的人将全部扣除一亿 反之其他人增加一亿 换句话说 红苹果是一个可以达到共鸣 却需要所有人齐心协力的事情 一旦有一人叛变 那信任就如同破地一般 让所有人都开始走向猜忌 善良的小职实在理解不了 为什么会有人自私地投其他苹果呢 然而一个蘑菇头却说 你别傻了孩子 只要有人出卖你 那对方就可以稳疑你 反倒是投红苹果会有巨大风险 所以这游戏的宗旨就是 在别人出卖你之前 先要学会出卖别人 不过更讽刺的一点是 蘑菇头既然会站出来说话 就代表他承认了背叛者的身份 可当他询问其他人时 所有人竟都说自己投了红苹果 最低的男人 信じられない まさか裏切るとはね ちょっと待て おまえをふざけなよ 赤い入れなかったやつが何人もいるんだぞ ほとんどの奴が裏切って 何しようばっくれてんだよ 私は赤い入れた 俺も俺も 俺も俺も 俺も お前らのことは 絶対に使用しないからな 眼看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蘑菇头偷偷找上了小智组队 他说 现在场上有11个选手 而根据规则里说 如果没有人再投红苹果的话 那金色和银色就要比数量取胜 也就是说 只要我们六个人组成一队 那不论其他人如何选择 都能稳压五个人稳赚营 小智一听很有道理 果断就跟着蘑菇头的决定 准备去投下一颗金苹果 不过就在他进投票室之前 却被一个叫秋山的男人拦了下来 表示让他自己先进去 等所有人都投完票后 剩下的五人也走了出来 领队的大姐头很是自信 说他们五个人刚刚组了队伍 一定能赢下这一轮的比赛 但这边的小智并不怕 即便是他们五人组队 也不可能赢得过六人的选择 然而下一刻 蘑菇头却走向了对方阵营 原来他又一次的叛变 在蘑菇头找到小之前 他早就和大姐头组成了一对 就是为了骗他们去投金苹果 好让自己投银苹果的人胜出 可是等结果公布时 他们再一次的傻眼了 竟然全员都选择了银苹果 而根据规定 在金色和银色不分胜负的情况下 所有人都将被扣掉一翼 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此时秋山笑了 他说我早就看穿了你们的把戏 既然要死就大家一起死 而且不只是这次 就算是你们重新投票 我也能看到你们的投票结果 大姐头当然不信 于是又让自己的小队投下了金苹果 然而结果还是一样 所有人都投了金色 全员再次被扣除了一亿奖金 六人组再也不淡定 纷纷就内讧起来 争吵着说队伍里出现了那个 然而不只是对方阵营害怕 秋山这边也好不到哪去 因为这两败俱伤的打法 导致大家都被扣了不少奖金 更是成了高负债群体 后面都不知道拿什么还债 眼看时机已到 秋山却笑了笑 直接换了另一套特殊方式 只见他找上六人组 表示自己的队伍 下一轮肯定会全投金苹果 如果你们都投了银苹果的话 肯定就能赚回去一亿奖金 可是秋山为什么要输出他的底牌呢 而随着第四轮的结果出来 众人这才明白了他的可怕心机 金苹果七票 银苹果四票 必然是有两人叛变 从六人组转向了五人阵营 试想一下 虽然秋山这边人数少 但至少有五人确定了统一选票 反观这居心叵测的六人组 一旦有一人叛变都可能输掉对局 所以与其被同伴出卖 倒不如先出卖同伴来得更加痛快 此时秋山趁热打铁 又给出了信息 说他们下一轮肯定会全投金苹果 信不信就看你们了 一时间场面陷入了僵局 六人组之间再也没了任何信任感 这时小直站出来说道 既然大家都体会到了背叛痛苦 那与其这样下去 不如我们一起投红苹果 共同赚取一亿奖金如何 众人听后没再多说 因为这确实是眼下最合适的办法 而这也是秋山的最终目的 就是通过相互之间的猜忌 反向使其接受共赢的局面 只是当新一轮的结果出来后 就连秋山也都懵了 只见红苹果九票 金苹果两票 所有选红色的人都被扣掉了一亿 面对着奇怪局面 此时秋山却没有多说 表示自己还会再投红苹果 并且能跟着一起投的人 都可以稳赢一亿 众人虽然有些不信 但大部分的人还是相信了 不过等第六轮结果出来后 整个画风却完全变了 只见金苹果一票 银苹果竟然有足足的试票 某个人直接傻眼了 还假装询问起 到底是谁自私地投了金苹果 可没想到 就是他的这句话出卖了自己 因为在第六轮投票前 秋山在红色苹果的背面 写了一行字 要求大家纷纷转投银色 而有信用的人 自然会在投红苹果前 看到这句话 反之背叛之人 肯定也不会看到 眼看身份暴露 寸头直接就服软了下来 表示一定会跟着大家一起投 但他还是有个疑惑想不明白 为什么秋山每次都能预测投票结果呢 包括第二轮和第三轮也是 不论六人组续哪边 他都能精准地预测到 秋山说这其实很简单 因为我在后面的苹果做了记号 如果有人拿走了前面的苹果 那后面的苹果自然会往前推进 也就能提前知道了选票结果 虽然这轮叛徒被抓出来了 但秋山却一点都不开心 因为真正的危险 其实才刚刚开始 还记得刚才第五轮选票结果吗 金苹果两票 红苹果九票 而这也就意味着 在他们十一个人当中 肯定还隐秘着一个极难发现的叛徒 随着游戏慢慢接近尾声 大部分人依然出现了负债状态 而这困难的僵局 又该如何打破呢 但就在这时 投票室内却冒出了滚滚浓烟 等众人进去一看 秋山竟然把所有的金苹果都给烧了 而根据游戏规定 只要存在两种颜色苹果 比赛依然可以继续进行 所以并不算违规操作 不过 秋山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只听他说 我想和神秘人做笔交易 这一轮我会劝大家投红色苹果 希望你也能配合大家一起胜利 否则 我就会把剩余的银苹果也烧了 让比赛就此终止 谁也别想拿走一分钱 为了能获得神秘人的信任 秋山干脆拿走了所有人的印章 代替了每个人都投下了红苹果 然而等结果出来后 大家却再次愣在了原地 只见屏幕上显示 金苹果十票 银苹果一票 而红苹果没票 游戏中有一项特殊规定 如果在金色和银色之间 出现有且只有一张选票的情况 那投票者将会受到扣除两亿的严重惩罚 这也就意味着 仅仅是这一轮过后 大部分人瞬间恢复到了持平状态 不过问题出现了 明明金苹果已经没了 那又是从哪里冒出来了十个金苹果呢 原来 为了挖出最后一位背叛者 秋山伪装了一起金苹果烧煤的假象 就在大家转移注意力的时候 小侄在偷偷用背包 成功运走了十个金苹果 秋山心里明白 为了赚取更多财富 在大家都投红苹果的时候 背叛者肯定会去投赢苹果 而对方并不知道的是 其实小丑正是他自己 经过这一轮的投票 秋山也成功锁定了最后一位背叛者 那就是一直默不出声的眼镜男 秋山代替了十个人投票 唯独是没有替眼镜男投下 就是为了调出这只老狐狸来 而眼看身份已经暴露 眼镜男索性也不装了 转身就跑进了投票室内 再次投下了一颗银苹果 因为他相信 除了烧掉的一部分 以及刚刚用出去的十个 此时场上不可能再有金苹果 而他只要率先投出银色 不论结果如何 都不可能输掉这轮比赛 这次眼镜男完了的杨谋 把所有压力都扔给了秋山 但奇怪的是 秋山并没有害怕 反而还像之前一样云淡风轻 叫大家都去投银苹果 要知道 所有人都投银色的话 那就代表金银不分胜负 众人都将被扣除一亿奖金 可是 现在又有什么办法呢 红苹果也是个雷区 大家只能听从秋山安排 全部投下了银色 只是等第十一轮结果出来后 已经完全超出了众人预期 赢苹果十票 红苹果一票 眼镜男不仅没有赢 反而还因只有一个红苹果的特殊规则 直接被扣除了十亿的天价惩罚 神童 神童 到底是怎么回事 眼镜男明明投的银苹果 怎么突然变成了红色呢 这时秋山玩味地告诉着他 其实从游戏一开始 他就发现红苹果外表上 无非是涂了一层漆的银苹果罢了 只要将游漆烧掉 那一眼看上去就是个银苹果 原本只需要细看就能发现 可心急的眼镜男 又怎会注意这些细节呢 所以眼镜男自视其果 亲手给自己投下了致命的红色 到了最后一轮 除了眼镜男 整个气氛都变得欢快无比 因为所有人只要投下红色 就能稳赚一亿奖金 虽然数额不多 但好在胜过负债情况 可是 眼镜男却说什么都不肯投红色 而只要他不投 那不论红苹果有多少票 都不可能再赢得胜利 不过这都不重要了 因为在先前的投票中 秋山早利用眼镜男的印章 偷偷印下了一个红色苹果 更是可以代替眼镜男投票 可就在众人开心之际 小植却突然叫停大家 并请求着眼镜男去投赢苹果 原来经过这几轮的对局 除了眼镜男欠了两亿 其他人或多或少都有些盈利 如果众人都投了红色 而眼镜男投赢色 大家就可以利用规则 帮眼镜男平复两亿的债务 只是 代价就是其他人都被扣除一亿 别说是众人了 小植的话 就是把眼镜男都给听懵了 谁能想到在背叛的伤害下 竟还能做出这么蠢的决定 更何况小植现在零收益零负债 这一轮下去 可就是抱着一亿负债 帮助眼镜男了 一时间 大家都沉默了 都不想利用自己利益 帮助眼镜男 但或许 善良就如同烛火 总能照进某些人的心灵 此时长发姐走出 表示自己从未相信过他人 而小植 就是第一个愿意 让他信任的伙伴 说吧 长发姐就去投了红苹果 在有了他的开头后 越来越多的人放下了心中力气 逐渐体会到了这个游戏的真谛 纷纷就奔着红苹果而去 就连最看重利益的蘑菇头 也在骂了一声跑去投了红苹果 随着最后一轮的结束 选票也在这事公布了出来 可就在众人预期的情况下 反转还是发生了 只见赢苹果零票 红苹果11票 竟出现了游戏史上 第一次满票红苹果的先例 原来 看着大家对自己毫无保留的帮助 眼睛难体会到了一股温暖 一股他从未有过的温暖 所以他没有独选银色狗活 而是投下红色 让所有人共同赢下了这场胜利 但 人们信任的事 也没有悲惨 林总 这是一场狂欢 一场打败了人性 打败了隐性规则的胜利 游戏最后 除了大家获得的奖金外 积分最高的秋山 更是可以获得其余的4亿奖金 不过 他却没有把钱留下来 反而是交给了裁判 用这4亿换取眼镜蓝的一亿债务 因为根据规定 玩家之间不能自由交易 而裁判不属于玩家 自然就能完成秋山的合作 只可惜了那些幕后大佬们 从未出现过的全员胜利 让他们输的是倾家荡产 这场游戏 也成了他们挥之不去的噩梦 可假如再有一次 你敢和朋友们玩一把吗